哼哼哼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所謂的家庭策略 那可能在懷孕的時間 其實你可能就要先想好 就是說 當我們小孩生下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 比如說需要資源的地方 那我可以尋求哪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在懷孕的時候 可能可以先 比如說跟先生 先生的家庭 還有我這邊 然後我這邊的家庭 然後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周圍 甚至鄰居 對不對 所以這些家庭策略 我們可以先把它想好 當你都已經想好 然後也去拜訪好了 然後也先都談好了 那麼你一旦 小孩生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得心應手 當你有需要資源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 就臨時剛好有個事 很好 因為我懷孕期間 其實我的鄰居 都已經有說了 他可以幫忙 暫時幫我看 比如說半天 所以這個時候 我可能可以先預告他說 我明天下午會 要去辦一件事情 那他可能可以幫我 就是稍微 看個小孩半天左右 那在這之前 我把母奶擠出來 然後呢 就是出門之後 他可以幫我這樣餵 所以其實這個家庭策略 包含你所有的這些 就是你周圍能夠有的這些 包括親戚或朋友 可以有的這些資源 甚至你的鄰居 還有我們現在很多 都是集合住宅 把這些鄰居通通納進來 都可以變成是 我們未來母乳補胃的時候 我們的整個家庭策略 然後這些資源越多 其實媽媽能夠得到的 就是那個活力 其實會更強 因為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母奶 其實餵得更好 然後呢 讓自己更沒有壓力 然後整個母乳的生活 其實是更自在的